《一話一世界》 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岩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正式宣佈 他將角逐民主黨2020年 總統候選人資格 是他第三度挑戰入主白宮 外界早已傳出拜登參選的消息 他在社交網站上上載了 宣佈初選的短片 現年75歲的拜登 在最近30年都一直希望成為白宮的主人 但是他在1988年和2008年的黨內提名戰中 失敗而歸 不過他在2008年獲奧巴馬邀請成為競選搭檔 最終成為了副總統 拜登本來計劃2016年再戰總統大衛 他的兒子在2015年因為腦癌去世 影響了參選的計劃 有網友調侃說 如果拜登成功在黨內初選中勝出 2020年總統大選將是兩位70歲老人的對決 特朗普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推特賬戶嚴重掉粉 失去了大量的粉絲 他感到很不高興 這是他專門把推特行政總裁叫的白宮 特朗普的賬戶有近6000萬粉絲 比之前減少了30萬 粉絲數量全球排名13 特朗普認為自己在總統大選前減少粉絲的數量 這是政治遊戲 到底是不是對他的不公平呢 推特的解釋是 粉絲數量的減少 原因是從去年開始清理殭屍用戶 美國總統特朗普受到英國女王的邀請 6月初將訪問英國 還記得這個氣球嗎 有示威者開始準備 在安排特朗普氣球攻後 而且更可能推出加大馬板 一年前他訪問英國的時候 有示威者製作了一個6米高的氣球 他由特朗普的招牌金髮包著尿片 還貼心地在他手上放了一部手機 隨時發推 這次他們可能製作一個 比原來要大5倍的氣球 估計要花7萬英鎊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首訪俄羅斯 畫面上展現的這一幕是贈送禮物的環節 金正恩送給普京一把寶劍 看一看普京的架勢 有點寶劍配英雄的意思 金正恩解釋說 寶劍代表力量代表他的靈魂 和朝鮮人民的靈魂 普京的回憶裡是一枚硬幣 還有一把軍刀和一套茶具 俄羅斯媒體公開了晚餐的菜單 菜式充滿了當地的特色 蟹肉沙拉 俄羅斯餃子 鹿肉羅宋湯 焦糖蘋果雪趴 雪魚片 牛肉配茄子 巧克力蛋糕 金正恩想讓普京給特朗普傳話 因為美國在核內峰會當中 採取單方面非善意的態度 所以談崩了 用金正恩的原話說 今後要看美國的態度了 以上是今天今天事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下週見